鑑於郵輪禁令在去年11月解除 溫哥華將會在今年4月災到迎離郵輪歸節 而另一方面 比斯省在過去3天新增2701宗新冠確診 再多17人染疫死亡 唐永喬報道 過去兩年鑑於新冠疫情 聯邦政府頒布郵輪禁令 禁止郵輪洗日本國水域 而聯邦政府在去年7月表示 開放郵輪在去年11月起進入本國 但需要遵守公共衛生要求 比斯旅遊業協會行政總裁Walt Judas表示 旅遊業為溫哥華經濟創造數百萬元收入 期待看到郵輪由4月開始陸續抵達 希望今年能夠有一個完整的郵輪季節 更加計劃和銷售數百條航線 包括從溫哥華或者維多里亞至阿拉斯加 以及從西亞途航行至Prince Rupert 或者Campbell River等地停留 預計第一艘郵輪將於4月7日在溫哥華停靠 並於第二天抵達維多里亞市 溫哥華飛沙港口局早前估計 旅遊業為比斯省提供近14000個工作崗位 以及超過2億元收入 在疫情方面 比斯省過去3天新增2701宗新冠確診 多17人死亡 而亞省過去3天新增2647宗新冠確診 還有35人不治 新時代電視唐遠橋報道